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27日星期一 关于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健康和生死 现在有三个新的消息 一个消息是北韩北朝鲜有一个官方媒体或者官方杂志叫今日朝鲜 这个今日朝鲜就首次公开明确的否认金正恩健康不佳或者死亡的消息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外国媒体 包括美国的CNN报道金正恩委员长的健康不佳 他说有谁会笨到相信这样的谎言 然后他还威胁 说这种毫无根据的报道使恶意的恶作剧将会付出惨重代价 而且加重语气说将会付出预期不到的惨重代价 这是北朝鲜这个极权政府对国际媒体对新闻媒体赤裸裸的威胁 通过这种威胁来断然否定金正恩健康出了状况 第二个消息来源是 托北者朴延美也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 她出版了一本书叫《为了活下去》成了全球畅销书 虽然她很年轻 但是已经是畅销书作家 这本书记录了她和全家逃离北朝鲜 到中国辗转躲藏逃离 后来她到韩国最后她到达美国的整个故事 非常的惊心动魄和感人 那么她现在也是一位名人 那么她就发声说 她但愿金正恩死去 但是她说可能会让人们大肆所望 她认为金正恩不久就会现身 她判断说金正恩 或者说她得到的消息是说 金正恩并没有健康问题 也不是死亡 而是去躲这场大瘟疫 说北朝鲜官方虽然宣布 北朝鲜是零死亡 零病例 但实际上疫情已经失控 说很多民众都死亡 而且有很多的病例 那么金正恩正是为了躲避这个大瘟疫 到了他的这个别墅去隔绝在外 那么他就说 再次显示了这个独裁者的自私和弱弱 在关键的时候 在大瘟疫的时候 他把人民暴露在死亡之下 而他自己却躲起来 为了挽救他自己的生命 但朴雅美最后说 他说我向上天祈祷 但愿我的消息来源是错的 他说但愿金正恩已经死亡 他说感谢世界各国对北朝鲜人民的支持 希望世界各国能够继续的拯救 受苦受难的北朝鲜人民 第三个消息来自于韩国 首先 韩国政府迄今为止都断然否定 金正恩出了健康问题或者已经死亡 到昨天还非常口气独定的说金正恩没事 没有处状况 但是就在今天 韩国有一个叫韩朝统一委员会 专门负责南北的统一的谈判和相关的势力 这个统一委员会突然说金正恩可能处于病危 而且这个统一委员会 最新消息和其他各方面的消息 应该说两种极端的情况可以暂时排除是中间的状况 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说金正恩已经死亡 如果说他已经死亡的话 密不发上这么长时间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他的祖父金日成死亡 是北朝鲜密不发上34小时 一天半 他的父亲金正恩死亡 北朝鲜密不发上是52小时 相对于两天多 那么金正恩死亡传信这么久 如果密不发上的话 那么非常不同寻常 除非是说为了接班人资争 当权者有意 或者执张者表情于正有意的隐瞒他的死讯 以制造一个他还建制控制大权 然后完成权力继承的布局之后才对外公布 这种可能性也有 但是密不发上那就太长时间 再一个极端就是他完全没事 完全没事的可能性也没有 因为作为北朝鲜这样一个极权政府 一党专政世袭政权 领导人往往要显示他健康大权在握 显示北朝鲜稳定 如果他健在或者是没有健康问题 或者没有死亡 一直清醒 至少以某种方式露面 哪怕像2014年消失40多天之后处于一根管杖露面 他也要露面来破解外界的谣言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露面 所以说完全没事 完全没有健康问题 也没有动手术 或者没有病重 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 那么就是说中间的状况比较大 那就是病重或者病危 所以停在原山那个专列 那么就起到三个作用 说他如果在原山领袖度假村度假 那么这个专列有可能说接他回平壤 也就是说他可能动了手术 在康复中可以接回平壤 这是他们那边可能比较乐观的一个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去运载尸体 因为他的父亲金正日就被北朝鲜报道说死在列车上 专列上 说是工作过度劳累 在专列上突发心脏病 抢救不及而死亡 那么这一回这个专列有可能运载他的遗体 再回平壤 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我昨天所说的障眼法 故意把这个专列停在那里 以显示他只是在那里度假 是一切太平 没有什么事情 以这个阻挠或者化解外界的议论纷纷 但这个障眼法也就是个掩护 反而是欲干密章 但是并重和并微仍然是各种报道和推测中 最大可能性的那种 有趣的倒是朴雅美的说法中 谈到了大瘟疫 谈到了这一场大瘟疫 对金正的影响 说他在乡下躲瘟疫不顾人民的死活 而《纽约时报》在提到众多可能性中 也列举了这个重招的可能 就是对中国瘟疫重招的可能 这也是这个事情一开始我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金正有世袭的权力 有世袭的心脏病 那么如果遭遇大瘟疫的话很容易倒下 所以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北京 自从4月19日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落马之后 发生了很多的人事变化 各部委可以说是眼花缭乱 那么一些明确的人事变化就是司法部长傅政华的消失 前段时间已经提过他们召开了一个政法委的紧急会议 4月22日 那个会议上该来的没来 不该来的却来了 该来的就是司法部长傅政华没有现身 他是政法委的成员 那不该来的来了 那是辽宁省长唐一军是习家军人物 摆明就是要唐一军接替傅政华 也就暗示傅政华跟孙立军的案件有牵连 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包括生态环境保护部的以前的部长李干杰调到了山东当省长 李干杰以前是长期兼任河安局的局长 那么是原先我分析过 这个人到山东当省长 显然是为将来中美开战之后有关的核大战做准备 那么调去的一个人叫孙金龙 这个人现在是新疆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 兼新疆建设兵团的党委书记和政委 这个人的背景一方面 他早先在安徽合肥当个市委书记 后来在湖南省当个省委副书记 后来调去新疆当这个党委副书记 新疆建设兵团配合新疆的公安和武警 镇央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 那么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有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单位 这个孙金龙是以这样的一个政法系 最后这么一个背景 早前没有 最后有这么一个背景被调入北京当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 但有趣的却在他早年出生却是团派 是共情团派 因为他最早年轻时候是在中共的共情团中央工作 当过青年副主席 还有全国今年的主席 属于团派人物 在孙金龙接替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之前 这个官网先是出现了他的名字 说接任党组书记 但是这个名字随后有消失 然后到了最近几天才重新确定下来 说明各方各派系进行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一方面他有政法系的背景 在最后的任职中 但另一方面他有出身团派 显然是李克强 习近平 王沪宁之间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才是他的名字放上去又拿下来 拿下来又放上去 这么一个戏剧性的过程 除了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换人 司法部可能换人 集间换人 还有信访局局长也换人 说信访局局长在十八大之前一般是普通官员兼任 但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一般用政法系的官员来兼任 那么新上任的这个人也是政法系的官员 那么政法系的或者维稳派的 还有习家军的这些人物上任 那么看出一个宏观形式就是 习近平 习当局和中共当局认为现在是收紧的时候 对内要加强镇压 对外要加紧扩张 也就是越是对外可能发生冲突 跟美国和文明事件 那么内部越是要把人民看紧 因此国安系 公安系大受重用 这些官员都飞黄腾达 应该说这个潜在的也增强了王沪宁的实力 因为王沪宁现在是书记处常务书记 是主管意识形态 同时也监管政法委 而这波人事变化中最大的看点 还是王小洪的角色 这个是特庭局局长 但是最近几天突然他不再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在此之前他兼任数职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公安部党组副书记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兼特庭局局长 还是特庭局的党委书记 是习近平的亲信从福州调过去的 以前是在福州当公安局副局长 做当时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保安工作 因此是铁杆的习家军 他退下北京市公安局长的职务 一般的估计分析下来 应该是要接任公安部长 也就是赵克志要被取代 赵克志被取代表面上的理由说是他到了退休年龄 但事实上习近平对赵克志显然也不信任 一方面是公安部一再出事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都先后落马 那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跟他们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工作关系 是否引起了习近平的猜测 再加上赵克志并不是地习的习家军 他是栗战书的部下 栗战书在贵州当官扶持了培养的赵克志 等栗战书掉到北京之后 就让赵克志当了贵州的省委书记 所以赵克志就离习近平隔了一层 中间隔了一个栗战书 有可能没有得到习近平的完全信任 所以这次在孙力军落马之后就传出赵克志要走人 尽管他在孙力军一落马就召开了公安部紧急会议 表态什么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要效忠习近平 但事实上习近平可能对他已经从心底里不再信任 甚至产生怀疑 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长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用特勤局去抓人管人的话 实际上是违章违宪 即便是中共是个党天下 不按照国际标准 即便按照中共本身这一套标准 已经背离国际标准的党天下的标准 涉特勤局 并且要王小洪监视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做法违反了党章 违反了宪法 因为监督这个字只能由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来说 如果中纪委说监督一把手 那成立 因为中纪委要管党员和党务官员 如果说国家监察委来说 监督一把手也成立 因为国家监察委要负责监督公务员和政务系统 就是政府系统的官员 所以现在由特勤局出面来说 就是在4月21日这个紧急会议长 特勤局的局长王小洪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他说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监督他们的决策权 用人权 财务审批权 要让他们习惯在监督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 不仅是工作被监督 连生活都被监督 也许连上厕所都被监督 这种监督就是监视和监控的意思 成立特勤局本来就是一个多余的部门 是习近平自己成立的一个部门 去年5月份 后来又任命他的亲信来出任 开始说管四富两高的领导人的保卫工作 就是副总理 人大副委员长 政协副主席 最后管得越来越宽 除了七常委政治老人 七常委政治老人的保安工作由中央警卫局执行 有个习家军的 习近平的亲信王绍军做中央警卫局局长 除了七常委政治老人之外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由特勤局来执行 说是安全保卫工作 但更多的是监视和监控的工作 而王小洪在孙力军落马之后干脆就把话说明了 要把所有的一把手监督起来 但是习近平作为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那是一把手中的一把手 是不是要被监控 但是王小洪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的是除习近平之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一把手都要被监督 比如说国务院总理 人大委员长 政协主席 各部的部长 党组书记 各省的省委书记 省长等等 这个监督他隆统而言 实际上并不是反腐 因为特勤局没有反腐的功能 就是要坚持他们 按照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他们规规矩矩 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所以我说过 特勤局就相当于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 而王小洪相当于当时的贝利亚 是中共内部最大的特务投资 而回到明朝就相当于当时的东厂 因为明朝是特务政治最盛行的黑暗年代 开始朱元璋开国之后建立了锦衣卫 锦衣卫是相当于中央警卫局 卫戍部队 是负责金师 金城一带的安稳 为巩固朱元璋的明朝政权 但是到了他的朱棣继位 朱棣是推翻了朱元璋的孙子 建文帝 篡权成了所谓明城主 而朱棣觉得不安全 发现锦衣卫只能是监督民间 臣民 他需要监督其他官员 他发现很多官员还怀念建文帝 还有传说建文帝并没有死 可能在哪里 山上可能隐蔽做和尚等等 这样的话朱棣就成立了东厂 东厂就是一个特务机构专门来监视官员和大臣 在后来的皇帝还想不给建立了西厂 但西厂命运不长 有的时候五个月 有的时候五年 所以权力比东厂还要大 监视的官员的范围更多 最后又成立了一个内航厂 而内航厂居然就是把进一位 东厂西厂都看起来 就是一层看一层 最后都瞄准的是大臣 所以这个东厂当时权力很大 都是由宦官来主事 就是太监主事 所以朱棣是信任太监 那么他们权力大到什么地方呢 各部门各衙门办事情 东厂都要派人做听做看 就是旁听 就是监督他们的办案或者他们的行政 也就是把全体官员看起来看死 今天习近平的做法就是这样 仍然是老办法 所以说习近平新时代 绝对是一个旧时代 因为他找的办法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找了半天 不过就是明朝的特务系统 东厂这个办法 找了半天 就是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贝利亚的方法 或者说他要真有新方法 也就是北朝鲜金正恩的方法 把所有的高级官员 高级领导人看起来 所以习近平授予王小洪是上方保健 他可以任意主身杀 所以王小洪和习近平这一出戏 特勤局局长以及监督一把手 这个说法是完全的违宪 违章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面没有 而中共的宪法里面也没有说 完全代替了中纪委和监察委 也就是中纪委和监察委还不够建立了一个特勤局 来监视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所以我就说 把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看死了这个共产党 谁还管得了习近平 无法无天 和尚打散 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 号称执政党的 号称世界第一大党 沦落到这种地步 黑社会的邦规恐怕都还要比他强一点 这成了习近平个人的家规家法 所以独断专行到这个地步 党内可能表面上鸦雀无言 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要反起来 那也是非常的 可以说异常的凶猛 就说明朝 虽然明朝皇帝是了所谓锦衣卫 东厂 西厂 内行厂 但是有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 所有这些锦衣卫 东厂 西厂 内行厂的头领 最后都死于非命 都蝉死 要么是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杀死 就说最大的宦官 到夺到重臣年代的魏忠贤 是当过东厂的头领 后来是把持朝纲 但是在崇祯皇帝上任不久 也要跟他算账 所以在崇祯皇帝的威逼之下 这个畏罪自杀 自杀之后 崇祯皇帝还于一路为宵 要把他的尸体拿出来 鞭尸 临刺 其他的这些头目就不用一一锁了 都死得很惨 崇祯皇帝朱友简之所以非要拿下魏忠贤 非要法办魏忠贤不可 那是因为他目睹前朝 觉得魏忠贤权势太大 而且爪牙众多 迟早会对皇权不利 所以崇祯皇帝要巩固他的权位 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拿下魏忠贤 这个曾经是东厂最大的头目 所以回头来看 今天的习近平众右 公安 国安 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众右 公安 国安固然显示 国内很紧张 要随时镇压人民 国外也很紧张 随时要跟文明世界开战 因此用公安 国安 特勤局 警卫局这一套系统来控制人民 控制官员 甚至控制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控制反习势力 监控政治老人和其他政治派别 但是双刃战内见的意义就在于 既然你重用国安 公安 而国安 公安掌握的是刀把子专政工具 他倒过来也可以防害 所以可以看到 过去国安 公安的人不断地落马 都是对最高领导人不利 包括以前的政法王 维稳王 政法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就参与了政变 对胡锦涛不利 也对习近平不利 再后来就看到 国安部副部长马剑落马 也参与了某种政变 跟周永康有联系 或者未遂政变 再下来就看到公安部一个结一个的出事 先是孟宏伟 即便已经当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仍然有政变 或者未遂政变的这种刑际 或者要披露 泄密的这种重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以至于习近平不得不紧急行动 再后来也是孙力军 孙力军 这两种可能都有 一种是涉入政变 或者未遂政变 再一个就是泄密 重大的泄密 极有可能把涉及这场疫情的关键的数据资料 十年十日的秘密传递给了澳大利亚 美国五眼联盟 或者是国际社会 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 国安部 公安部都不断的出事 习近平重用国安公安 重用政法系统 重用王沪宁这个肚子上的人 反过来有可能政法委 国安公安这些例件都倒过来指向习近平 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都会接仇 尤其是像特勤局局长王小洪 习近平亲信这种角色 会跟各方接仇 接仇之后受到各方痛恨 有可能王小洪会被人拿下 或者是像过去东厂那些头目一样死于非命 那王小洪一旦被人了断的话 那接下来要被了断的可能就是习近平本人 当然也包括当今的政法王王沪宁 特务政治的凶险就在这里 一把双人剑 可能害人也可能害己 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 看上去 习近平极度迷信特务政治 依赖特务政治 但很可能也败业特务政治 这叫成也特务政治 败业特务政治 说到特务政治 中共人大常委会正在召开一个常务会议 用视频的方式召开这几天 在这个会上在讨论所谓人民武装警察法 由武警司令员王宁做一个报告说明 要修订法律 王宁也是习近平的亲信 是他带习近平掌管武警 这个报告说是把武警的职能扩大 原来叫任务与职责 改成任务与职权 要大大扩充武警的权力 而中共的武警早在习近平上任后不久 本来是双重领导 党中央国务院 后来就把他国务院的领导职能去掉了 单纯的划成所谓中央军委 由中央军委来领导 而且实行是中央军委负责制 就是习近平单线控制武警 现在看来还嫌不够 觉得又把其他的警察都划归武警 比如说海警 还有森林 矿山 黄金 这些手矿的这些边防警察 其他都划给武装警察 而武警都归习近平领导 那么现在进一步的就是修法 通过他的亲信 栗战书 主导了人大来修法 修法就是把这个所谓中共的武警 变成一个权力更扩张的这么一个机构 为习近平服务 那么这个武警看上去是中央九流局以外的一个扩大的警衣卫 习近平也试图把他变成不是为国家服务 甚至不是为党服务 为他个人服务 也就是说习近平显露的意图是 要把这个多达百万的这个中共武警 变成他个人的私家军 在国际上 加拿大政府宣布说 从中国进口的一百万个口罩不合格 达不到标准 无法发给医护人员 也无法发到其他的省区 那么中共的大使就说 这可能是个别事件 希望不要这个政治化 实际上已经不是个别事件 欧洲各国都已经纷纷的反映 中共 中国输出的是假冒伪的商品 医疗物品 包括手套 手套 防护衣等等 因为目前加拿大紧缺医疗物资 而主要是依赖从中国的进口 而中国的这些医疗物资 多数都是假冒伪的商品 这显然对加拿大带来的不是一种拯救 而是一种危害 损害 澳大利亚自从外长佩恩提出建议国际社会独立调查 这次大瘟疫的起源 那么中共就百般的反对澳大利亚 甚至威胁 说如果是澳大利亚这么做的话 那就会让中国的老百姓减少对澳大利亚产品的进口 而且中国学生可能不去澳大利亚留学 这种被现在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斥责为经济恶诈 澳大利亚提出的仅仅是调查 按照中共的说法 这个也可能起源于其他国家 只不过首发在中国 那么你害怕什么调查呢 害怕调查就说明作则心虚 说明是欲干秘章 那么这种经济恶诈也非常可笑 那就是澳大利亚难道西海说中国要买澳大利亚的产品吗 比如说奶粉 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是抢购奶粉 因为中国自己的奶粉不合格 假冒伪劣 而且是给儿童带来危害 都是所谓的有毒奶粉 被中国人称为毒奶粉 人家里面到香港到澳大利亚抢购奶粉 所以中共所说的这种中国老百姓不买澳大利亚奶粉 除非中共当局本身去强迫 采取这种海关限制措施 另外说中国学生不去澳大利亚留学 实际上不仅中国学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生源 而且澳大利亚本身也是很多中国学生的首选 梦门以求的留学国 那么中共除非用行政手段去限制中国学生不去澳大利亚留学 否则的话 这一切都是个自然的过程 产品买卖 留学或者选哪个国家留学 都是自然的过程 只不过中共在威胁 我有一党专政 这是我的利器 就像我可以限制中国游客去哪里一样 我可以限制学生去哪里 如果这样做的话 中共是双重的犯罪 既是对澳大利亚的冒犯 也是对中国学生的冒犯 剥夺中国学生选择留学 或者选择留学国家的基本权利 这也是基本的人权 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发表公开言论 他说 如果中共要避免制裁 至少要做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要允许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这次大瘟疫的来源进行调查 尤其备受怀疑和争议的十年时 国际社会需要调查 第二 中共必须停止重开野味市场 因为那是私货市场 而中共既然说野生动物也带来了危险 那这些野生动物的交易就应该停止 以避免下一步的疫情 第三 中共必须停止对政治一级认识的迫害 尤其是停止打压和干预香港的民主与自由 所以做到这三点 中共才有可能谈得上避免制裁 否则的话 美国完全可以就这场大瘟疫 给美国带来的损害 进行追责 进行制裁 制裁措施不仅是硕赔 而且包括了就是限制签证 限制给中共官员和企业的签证 限制给中国学生学者的签证 因为其中很多人是中共的间谍 另外还要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 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也提出 就像以前其他几位议员所提出的那样 就说美国应该免出对中国的债务 因为中国是仅次于日本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 第二大国家 持有上万亿的美国国债 这位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意思就是 美国应该拒绝偿还中共的债务 最近更提出国际社会应该直接推翻中共政权 因为这个政权不仅给全世界带来一场大瘟疫 而且这个政权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一样 残忍 无情 而且冷血 他说中国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 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推翻这个极权政权 进而解救中国人民 说到特务政治 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特务的小段子 据说在世界上公认是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的特务机构最强 美国的CIA 俄罗斯或者是前苏联的克格勃 中国的国安特务 那么最后说这三大国来一个特务比赛 比赛的项目是说有一只兔子逃进了一个森林 怎么把这个兔子抓住 现在是美国的CIA上阵 派了很多人马展开地摊式搜索 但搜索了半天 没有见到兔子的踪影 那么俄罗斯的克格勃上场是放火烧林 烧了很久 也没有见到兔子跑出来 最后是中共的国安特务上阵了 说冲进去几分钟就拎着一个动物出来 结果大家一看 这个中共国安特务手上拎着一只猫 把猫的耳朵都拎红了 俄罗斯和美国的特工都面面相去 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大家都听见那只猫痛苦的大喊 别折磨我了 别折磨我了 我承认我是兔子就是了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好了 谢谢大家 本下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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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哭 请不哭 我吗 感觉 你 感谢观看